第21课 Lesson 21 我们的队员是从不同国家来的。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xercises 2. Listen to each questio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s. 1. 上星期,留学生队赢了一场什么比赛? 2. 留学生队赢了什么队? 3. 留学生队的水平比大学生队怎么样? 4. 大学生队的水平为什么那么高? 5. 大学生队的5号在哪边? 3.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dialogue and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T or false, F. 4. 请问,您是不是有房子出租? 5. 对,您想租房子吗? 5. 是啊,您的房子离语言学院远不远? 5. 很近,你坐三站公共汽车就到了。 5. 您的房子多大? 5. 一个大房间有16平米,小房间8平米,还有厨房和卫生间。 5. 房子旁边有没有商店、邮局和银行? 5. 没有邮局,可是楼下就有一个很大的商店。 6. 西边有一个银行,东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 5. 是吗?太好了,我每天早上习惯去公园锻炼。 5. 那你先来看看房子吧。 5. 好,从您那儿到语言学院,应该坐哪路公共汽车? 5. 很多,有331375307826726,都是到语言学院的。 6. 太好了,谢谢您。我去看房子的时候,再给您打电话。 4. Listen and fill in the blanks。 1. 对不起,我还有一个问题。 2. 这件事儿,我也是昨天刚听朋友说的。 3. 那场球赛是在哪儿比的? 4.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从不同的城市来的。 5. 因为她的女朋友从美国来了。 5. 所以,我们去饭馆吃了一次火锅。 5. 因为她的女朋友从美国来了。 5. 一。 你下车以后,得往左拐。 5. 二。 记者的职业习惯,就是问问题。 5. 三。 卧室在客厅的东边,厨房的北边。 5. 四。 德国队是怎么赢意大利队的? 5. 苏州、杭州,是跟天堂一样美的两个城市。 6. Listen and write the characters。 5. 一。 小区的前面是一个小花园。 5. 二。 学院里的邮局离我们的宿舍楼很近。 5. 三。 那位记者也很喜欢踢足球。 5. 四。 这些美国学生都很喜欢他们的国家队。 5. 有了一个中国女朋友以后,大维的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5. 四。 四。 七。晨学来。 7. 两次的 versions 7. 两次的前面是最主要。 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对不起,我去看球了 十一点多才回来 什么球啊? 足球,是中国队跟荷兰国家队比赛的 是在哪儿比赛的?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比赛的 最后谁赢了? 荷兰国家队 他们是怎么赢的? 几比几? 他们上半场下半场都进了一个球 是2比0赢的 荷兰队的水平更高吧? 是啊 荷兰队的水平比中国队高得多 所以他们赢了 第22课 你看过乐剧没有? Listening and speaking exercises 2 Listen to each questio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s 1 1 Binna 看过乐剧没有? 2 这个乐剧团是从哪儿来的? 3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4 票是什么时候的? 5 他们想怎么去? 3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dialogue and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T or false F 小月 小月 你怎么了? 眼睛那么红 你好像哭过吧? 是高华呀 你好 我去看乐剧《红楼梦》 哭了半个多小时 那个剧我也看过 特别感人 可我没哭啊 你们男人都不习惯哭吧 我看剧院里的女人好像都哭了 看来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上次我女朋友也哭过 那个故事非常悲伤 他们唱得也非常好 你是不是又想你的男朋友了? 想也没用 他还在英国呢 那你让他早点来北京吧 我现在就是去给他打电话的 4. Listen and fill in the blanks 1.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 2. 那本爱情小说我没有看过 3. 我虽然很喜欢中国画 可是我自己不会画 4. 这篇课文很长 你读的还不太流利 你应该再读一遍 5. 阿里虽然学汉语的时间不长 但他学得不错 5. 5. Listen and write the sentences in pinyin 1. 乐剧是一种非常优美的地方戏 2.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 3. 琳娜的嗓子很好 可以学一学唱乐剧 4. 我们打递去访问那位女主角 5. 我以前从来没在电脑上用过中文 6. Listen and write the characters 1. 我从来没想过 我能看懂中文的《红楼梦》 2. 虽然这两位演员的风格不同 但是我都很喜欢 3. 我们的座位不错 4. 可他的座位比我们还好 4. 昨天晚上 5. 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 5. 我们班同学 5. 有的去看过西安兵马俑 5. 有的去看过苏州园林 7. 转换 7. 转换 听说你们在中国的时候学过京剧 怎么样?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可是也很难学 你们学过什么戏? 我们有的学唱轻衣 有的学唱花旦 所以大家学过的戏也不太一样 你是学唱什么的? 我是学唱轻衣的 我学过苏三起戒 那部戏我听过 非常感人 是啊 我也特别喜欢 可是我自己唱得还不太好 没关系 什么时候你给我们唱一段吧 行 没问题 第二十三课 我们爬上长城来了 一 小云放假以后的打算是什么? 二 零娜要跟谁一起去海南岛 三 什么票已经买好了? 四 旅行的事儿谁知道的很多 五 大为还建议放假以前大家一起去做什么? 零娜 零娜 加油 快要到山顶了 零娜 零娜 你累了吧 你累了吧 先喝点水吧 你也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吧 零娜 快看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太阳日出 多美啊 我真是太喜欢了 四 一 去欧洲旅行的建议是他提出来的 二 在海南岛 可以看优美的景色 还可以过夏天的生活 三 你看 那边的长城都像一条龙 四 他以前去过泰山一次 但没有爬上去 五 下半场 右边的十号 踢进一个球去 五 Listen and write the sentences in pinyin 一 那部乐曲 演奏得很优美 二 这件旗袍 多便宜啊 三 下雪的景色 你以前看过吗 四 他想多拍些照片 寄回国去 五 糟糕 我把上学期学过的太极拳 都忘了 六 六 听到 一 他们快要从长城上走下来了 二 在海南岛 冬天也可以过夏天的生活 三 先从山下爬上去 再从山顶走下来 一共用了五个多小时 四 放假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五 今天是阴天 可能快要下雪了 七 role play 陈老师 你去过华山吗 华山 我去过一次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去的 去华山 怎么走比较好 你们如果想去看兵马俑 就可以先坐火车到华山 爬了华山以后 再坐汽车去看兵马俑 华山 华山 你兵马俑 远不远 不太远 坐车几个小时 就到了 华山的景色怎么样 华山是中国 很有名的山 很高 有些地方很危险 想爬上去 不太容易 但山顶的景色很美 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去爬一下华山